等於說他足底幾乎也是 沒有什麼足弓 只要爬山他就覺得很害怕 足弓如果扁掉的時候 你受力就會這樣歪掉 這些壓力就要給你的膝蓋 就要給你的骨盤 對 你就會一直往上 一直往上 他就要 蓋出腳印 腳就可以現行了 如果你不好的話 退出體肢的教練 打直輕輕的這樣踮起 有耶 這樣我們剛剛不會晃 現在會晃 認真練了半年 練回有足弓了 其實還滿生氣 九星二日晚間七點 健康2.0 照顧全家人的健康 天啊